还记得风靡台湾的不老骑士纪录片吗 这部纪录片最近在美国上映了 同样也是引起了轰动 不老骑士们的执着跟勇敢感动了美国的观众 甚至有美国人受到台湾不老骑士的鼓舞 专门前来台湾骑摩托车环岛旅行 而驻美代表金浦聪在双向远举行的茶会 也感谢协助纪录片上映的美方人士 里面所表现的精神是非常的能够具有启发性 很能够打动人心 因为纪录片动人都是在于他们的真 应邀出席茶会的陈颖美女士 是当年17位环岛不老骑士之一 她表示美国人看了纪录片也深受感动 会过来跟台湾来的不老骑士们握手拥抱 在美国他们当然他们一想到骑摩托车就是大的 不是那种小的 可能文化有一点点不同 但是他还是看到那个精神 那个不服老啊那种可爱啊那种斑纯啊 那些他们还是都看到了 美国的摩托车爱好者卡森 就是因为看了不老骑士的报道 中天新闻 张光华 钟义庭 华盛顿报导 指触授车爱好者卡森 1阁 diet小砚 Brittany 4 Gracias 张光华盯顿报导 4-K~~ 6-6-6-つ